TA沟通分析三自我的状态 TA沟通分析三自我状态之成人自我 大家好 今天讲一下TA三自我中成人自我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我们了解到在三自我中 只有成人自我是可以不带感觉的接收外在的数据和信息 通过对事情的思考选择和分析 来决定如何解决我们面对的困难和问题 成人自我在处理事情时是明智的理性的 并且是符合当下实际情况的 因此我们说成人自我是最佳工作状态的领导者 成人自我的特点是有组织力 有适应力 有理解力 以独立探索实际为基础 与外界环境保持客观的关系 并且能配合目前的情况 排除旧有模式对当前事件的影响 成人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 我们在工作或者生活中 由成人自我接受刺激 确定对于刺激和信息的处理 再分配给三自我来应对 成人自我的控制力 可以决定这个当下适合哪种自我状态来应对 他所具有的内省性 控制精神能量 都有助于我们积极地面对问题 同时 他还可以第一时间发现我们的内部对话 主要是来自于父母自我和儿童自我之间的对话 对话的内容往往是旧有模式的互动 可能是讨好 指责 或者反抗 无论是哪一种 只有让成人自我成为工作状态中的主导者 由成人自我来判断 哪一种自我状态 才是最适合你当下的工作 如果我们把工作比喻成一场战争 那成人自我就是指挥这场战斗的将军 儿童自我和父母自我犹如炮兵或骑兵 因为只有成人自我可以做到就事论事 评价情况 收集资料 以及对未来知识进行储备 评价这些 同时理性地分析解决方法和战略 还是骑兵或者是将军本人亲自上阵 我们的成人自我也要会抚慰我们的父母自我 看清内带的自我和动力的稳质 适当满足父母的要求 也还会要取悦安抚我们的儿童自我 使其获得重温童年的快乐 满足我们童年未完成的欲望 成人自我的强化和增强 可以通过学习知识教育引导 积累实践经验 不断自我清理内在世界 成人自我是勇于探索的人 有原则的人 关爱他人的人 思想开明的人 善于交流的人 知识渊博的人 均衡发展的人 善于反思的人 它的特点基本上包含在高期诗的32句话里面 如果能全面地理解学习32句话 你的成人自我的能力 就会在无形中不断地增强 因此我们提倡 大家每天早上读一遍32句话 重要的事情要先做 每天早上先确定谁是将军 然后带着充分的准备 去进行一天的战斗 这样的你将会战无不胜 增强成人自我的同时 也就是在增强其自我的觉察力 洞察力 内省力和转换力 这些力量可以让我们发现 当自己的问题无法解决时 是受困于情绪 或者心理游戏中的儿童自我 还是充满指责 以及各种必须的条条框框中的父母自我 那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 第一 确定问题 写出三自我的意见方案 父母的要求 儿童的感受 成人的方式 二 由成人来评价 三 对问题由成人提出质问 四 行动 五 评价行动 六 享受成功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